大家好 我们刚刚先前有介绍到说怎么去下单的 下单之后我们怎么去查得到自己的订单呢 一样从我们的LINE的主功能选项注数 又回去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官网 官网上方请您点选人头的选项 点进去之后 就是要输入自己的一个账号密码 我们刚刚已经输入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登录 这里面有一些功能选项 就是像可以更改密码 会员资料之类的 最主要大家可以看 最上方的订单的明细 可以看得到你说的下单的内容 那像说若您的转账的账号忘记了 有时候说 可能刚刚选的中国信多的账号的银行贷号 或者是账号要转去哪里呢 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会有缴款的虚拟账号代码 或者还有缴款的期限就在上方 那如果说 付款的一个状态的部分 如果说你已经入款进来 它上面会显示说已经入账了 那运送的状态呢 就是一样目前是未出货 如果说已经 我们已经出票给您了 我们上面您查到的 就会是已出货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回到上页 可以看得到每个订单 就是你可能3月15号下了几张订单 或者是2月22号 会有订单的日期 那就是以 第一个就是等待确认 就是还没有转账成功 如果转账成功 它就会出现对账完成 好 那再来就是未出货已出货 OK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查 那还有就是 有一些 我们这个 透过官网系统的部分 是现在官网系统上架的商品 才会到这个系统可以查得到 一些可能之前一些部分的少数商品 如果不是透过我们的官网去上架的 你们不是透过我们官网系统买的 就查不到哦 所以大家请不用担心 那如果说您的密码已经忘记了 也没有关系 就是输入你的信箱之后 点选忘记密码 寄送重设密码信 那我们系统部分呢 就会把这个密码信的部分 就是发送到你的email信箱给您 那如果说 就是输入email信箱之后 寄送重设密码信 OK 那如果说你们还是有任何问题的部分 一样可以在我们的line的左下角 来思绪我们客服 OK 谢谢大家